尼克斯之前跟猛龙有一笔交易 但是我认为 就这个交易不是说什么地动山摇啊 对于整个联盟格局有大的改变影响 有啥影响啊 那猛龙换过去什么2.8雷特了 咱们的猛龙突然间能够这个就地起飞呗 你配合什么巴恩师子类能打得多像样啊 也就那样呗 那2.8雷特 他的联赛里有点什么感觉 落化版本的希腊麦克勒姆 希腊这个水平都已经是2.8雷特的天花板了 防守也就那样 也不是说什么一个顶级的防守型散地 不够 金公呢 没什么创造力 得分表现远色 还没有希腊准的 你至于说个人强弓单打 效率都没有希腊高 你射啥呀 2.8雷特 所以猛龙引进完之后啊 你不会变强 就原地徘徊还是那样 至于说那个 尼尼克斯换完之后 能不能说 咱们组建三巨头 三啥巨头啊 那个OJ阿努莫比 他是巨头吗 他在联系当中 什么定位呢 缩水版本的格兰特 就开头的那个格兰特 他属于缩水版本 他能力没有格兰特强 因为格兰特你看当年在火柴 也能稳定攻险二十架吧 无论在烂队强队 他数据这块基本没什么太大变化吧 包括曾经跟利拉德 他俩也曾经一块写作 表现也还可以啊 也能贡险二十来份啊 甚至关键时刻 背着哪一锤定颖 都是那个格兰特来执行的 也风向不绝少 最后阶段 如果说能打到那个 一个回合定胜负的时刻 他也能够做到一锤定颖的 那格兰特他的进攻技巧挺丰富 防守呢 早就是联帅当中 知名的一个外线的防守骨干了 阿努比是个啥呀 没有啥知名度 而且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都二十五六了 差不多他的身手能力特点已经成型了 没有发展这个太强的上升空间 而且这个赛基阿努比场景就十五分 你送走了巴雷特 场景还十七分的 而且还搭一个那个外线射手 场景也十四五分 尼克斯做这个交易啊 也只是说为了变而变 因为你不变的话 看起来尼克斯前景也比较灰暗 但你交易完了之后 有啥本质改变吗 没有 不论审算是还有两下的 现在联帅当中属于是那种 边缘全明星吧 你要说这都多大腕的一个明星 也不够 就是全明星里边 属于是就他星光比较暗淡 属于那一类 当年的肯巴奥克 属于加强班肯巴奥克吧 也是这个水平 比肯巴奥克肯定能力是到 但没大到哪去啊 毕竟个矮嘛 蓝德尔就是个伪明星 蓝德尔 所以说那欧德亚的诺比 就是个角色球员 目前纽约尼克斯啊 我感觉还是单核球队 就那个布伦审 有两下 其他那俩高薪低能 阿诺比啊 顶级3D角色球员呢 就那样吧 也就 但是你这种顶级3D角色球员 你得在哪一种球队才能发力呢 你得在强队 你在布伦审身边 你能干啥呀 没用 就好像阿里扎 你当年加盟国王 有作用吗 没体现出阿里扎 打火勇大战时期的比赛影响吧 比如说肖安巴里尔 如果他在烂队的话 能体现啥价值 没有任何价值 就只能在强队才有价值 阿诺比这种 如果说他加盟的是熊鹿 加盟的是什么 这个卡尔特人 加盟胡人 加盟独星侠 都能大方一彩 独星侠也算强队吧 因为毕竟那有欧文和东西齐呢 目前就缺防守 但他这样子要去纽约尼克斯 招尽材料了 尼克斯本身就不缺防守 你去了 防守能显出来你吗 尼克斯其实更需要进攻 进攻你干的活儿不多 你就是个角色球员 没他太大意义 他那种球员 加盟绝景 加盟森林郎 我感觉甚至都比 加盟纽约尼克斯 要展现的作用更大 就阿诺比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